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直径6厘米的钢球击中了脑部 当场隐命 整个小区炸开了锅 警察迅速封锁现场 随即对9栋楼上现居的几十户住户展开调查 因为监控角度受限 又无目击者提供有效线索 加上掉落的钢球被很多围观群众碰过 指纹线索已经破坏 警方查了几天也没能锁定嫌犯 谁也不承认是自家干的 坚称这事与自家无关 孕妇家属悲愤之下 将9栋楼全部住户告上法庭 一审判赔偿180多万 由三楼以上全体住户分摊 一户赔偿26000 整个小区再次沸腾了 个个垂胸顿足 嚷嚷判绝不公 咒骂那个杀千刀的罪魁祸首 并没有人留意到这些垂胸顿足的人中 少了周立金 当晚苏广杰也接到了周立金的电话 他声音压得很低 听得出刚刚哭过 广杰 你放心 那两万六我不会让你出的 我 我给你五万块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保密 我感激你一辈子 苏广杰笑得皎洁又惬意 没事的 立金 你不用给我钱 那两万六我自己出 好在事情已经了了 只要我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挂断电话 苏广杰笑得更得意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追求周立金这件事上 老天会给他这么大的助力 说起来他真的要感谢周立金的儿子浩浩 因为这个钢球正是浩浩扔的 准确来说不是扔 是不小心掉的 他在窗头玩 钢球不知怎的就从手里溜下去 而当时 苏广杰正在周立金家 一年前得知他离婚的消息后 他立即对周立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虽然周立金离未婚 还有个儿子 可是颜值不减当年 甚至比以前更成熟端庄了 而且他苦追了他那么多年 求而不得 稀有不甘 为了靠近心中的白月光 他不惜卖掉了房子 搬来了这栋楼的八楼 周立金家在二十二楼 无奈 他穷追猛打了大半年 都未见成像 当年没看上他的女神 如今已经成了二手货 却依然对他不屑一顾 不仅如此 他对他的态度还从一开始的温和客气 发展到了后期毫不掩饰的厌恶 甚至明确跟他表示过 他们不合适 让他别再白费心思了 可苏广杰不气美 周立金强硬的态度反倒激起了他强烈的征服欲 转而打起了浩浩的主意 苏广杰 对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很有一套 知道怎么投其所好 不仅想着法子给孩子送玩具 孩子浩浩生日那天 穿上了一身奥特曼的衣服 亲身演绎了一场奥特曼打怪兽的大戏 逗得浩浩兴奋不已 大呼万岁 打那以后 浩浩就喜欢上苏广杰 成天苏叔叔长 苏叔叔短的 而周立金眼瞅着儿子一天天活泼开朗起来 对苏广杰也不再那么排斥了 更没有像以前那样请他吃闭门羹 因为自打跟前夫离了以后 浩浩就再也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尽管周立金给了他足够的陪惯 每个月都会跟前夫一起带他去一次游乐园 可短暂的囤积也不能掩饰家庭破裂的事实 他看得出浩浩并不开心 连笑容都显得勉强 所以为了儿子 周立金跟苏广杰丑话说在前头 他愿意来陪浩浩是他的事 不代表他就能接受他的追求 苏广杰态度相当诚恳 说他是真心喜欢小孩 喜欢浩浩 跟他接不接受 没有关系 有了这句话周立金才放下心来 然后就有了苏广杰在周立金家 亲眼目睹了浩浩 站窗台 玩钢球 闯下大祸的那一幕 事发时 周立金整个人都傻掉了 浩浩也吓得浑水发抖 他们听到楼下有人喊 死人了 楼下砸死人了 下面没喊一声 周立金都抖一下 他想冲出去救人 可楼下的人说 人已经死了 他想冲出去看看 可两腿发软 根本挪不了一步 尤其在听到楼下传来 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号 以及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时 周立金彻底下晕 贪坐在地 欺瞒是苏广杰出的主意 在得知钢球是浩浩前几天 在乡下堂哥家带回来的 且没有任何人知道后 他仅仅辅助周立金 不断颤抖的双肩说 楼上这么多住户 又没有监控 谁知道是哪家掉的 到时候警察来问 就一口咬定 不知道不就得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砸死了人 还是个孕妇 一时两命啊 你知道要赔最好钱吗 还有你 浩浩 你砸死了人 你妈妈卖了房子 都不够赔的 你可记住了 千万别承认 承认就完了 是啊 承认就完了 他哪有钱赔给人家呀 当初离婚分割财产 他选择要房子 寄了一圈 才凑够了一半的房款 给了前夫 到现在 还有十几万的债务 如果赔偿 卖了房子 恐怕都不够 那他和浩浩以后住哪 怎么生活 虽然浩浩还小 也不是故意的 不用负刑事责任 可他小小年纪 砸死了人 受害家属 又怎么可能原谅他呢 小区的人 怎么看他们呢 那不是完了 又是什么呢 周立精根本不敢回忆 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怎么混过了警察的审问 怎么明明怕得要死 还假装若无其事地 回答警察的问题 怎么尽量避免和小区的人喷面 怎么在迎头撞上邻居时 表现得和他们一样 愤慨和惋惜 事发到现在 周立精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他夜夜恶梦缠身 梦见鲜血淋漓的孕妇 捂着不断流血的肚子 想了索命 下险后一身冷汗 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 孕妇倒在血泊中的景象 可小区的住户 早已将事发时的照片 发到了业主群里 他都看到了 那一刻他胃中 翻江倒海 冲进厕所 吐个半死 同样的 浩浩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他比以前更胆小自闭了 每天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 不敢出门 不敢见人 甚至根本不敢再靠近阳台一步 无数次随生命中吓醒 嚎啕大哭 讽刺的是 在此之前 周立精一直教育儿子 要做个诚实守信 正义勇敢的孩子 原以为判决下来 这件事就彻底结束了 时间会慢慢抹平一切 让他们渐渐淡忘这件事 一切如常 然而并没有 他陷入了另一种窘境当中 那就是苏广杰的纠缠 因为有这个天大的把柄 烙在了苏广杰手里 他彻底成了对方 刀阻下的鱼肉 苏广杰没有接受周立精那五万块钱 因为他想要的是 周立精嫁给他 让他做他的丈夫 好好的爸爸 这些事以前 他没有资格向他提条件 他放下尊严和脸面 以卑微的姿态 匍匐着向他所爱 为了得到他的青睐 费劲巴拉的讨好一个孩子 猴子式的上蹿下跳 如今他有了筹码 有了底气 话里话外 都带着威胁的一味 而就在判决下来 他拒收了他五万块钱的当夜 他就乘电梯上了二十二楼 进屋后 他以着门框 第一次以毫不掩饰贪恋的目光 凝视着周立精 提出了刘肃的请求 周立精从他猥琐的目光中 读懂了一切 他拒绝 可苏广杰的手臂 已经攀上了他柔软的腰肢 他推举 可苏广杰以更大的力度 将他摁倒在了床上 他想怒斥与呼救 可那奸细的声音 终于还是淹没在了 对方粗利的警告中 这一次之后 苏广杰再无需掩饰 直接将意图和欲望 写在脸上 同一栋楼 只要他想 随时都会出现在周立精面前 他甚至还偷偷配了 周立精家的钥匙 三更半夜忽然潜入 直接钻进周立精的被窝 可周立精 除了忍着恶心默默承受 又能怎么办呢 是的 恶心 相处越久 接触越多 他就越清晰地看到了 苏广杰无耻的一面 他所求无度 从来不顾周立精的心情和感受 对于惨死的孕妇 也毫无同情心 看着浩浩 因为这件事 心慌意乱 萎靡不振 他开导道 怕什么呀小子 这不是你的错 你说他一个孕妇 不在家好好待着 瞎溜达什么 要怪就怪他倒霉 周立精没想到 他能说出这种话 一个内心有多阴暗的人 才能在一个饱受 良心拷问的孩子面前 历回嘲讽一个惨死的孕妇啊 他已经在大势大非上 给了儿子及其错误的引导 羞愧又自责 苏广杰这浑杖无耻的言论 无疑更让他陷入了 自我怀疑的境地中 在又被苏广杰无耻地 揉立了一段时间后 周立精彻底崩溃了 如果这就是掩盖真相的代价 那么这代价 也未免太过沉重 沉重到他无力承受了 只要苏广杰活正 那么这种威逼和胁迫呢 就会永远存在 难把他委屈求全 嫁给了他 这一辈子 也将永久地受制于他 浩浩若跟这样一个品行败坏 道德沦丧的男人 长久地生活在一起 最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周立精简直不敢想 但这一刻 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再这么继续下去 他不仅仅是葬送了自己 更毁了浩浩 在苏广杰又一个离开的夜晚 周立精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自首 和浩浩一起 那天晚上 他也是第一次 就这起惨烈的高空抛物事件 问及浩浩的看法 周立精说 妈妈以前一直教育你 要做一个诚实守信 正义勇敢的孩子 但这一次你犯了错误 妈妈却要你说谎 逃避责任 你觉得妈妈做得对吗 浩浩眨着眼睛 看着周立精 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随后吹下头 像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再抬起头来 再吹下 反复几次 最后哭出来 用诱弱稚嫩的声音回答 我觉得不对 但是 但是 我怕 周立精泪目 妈妈也怕 因为怕 所以妈妈让你违背良心说谎 因为怕 妈妈胆振心惊的过了这么久 让你承受着跟妈妈一样的痛苦 好好 妈妈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 犯了错就要容易重认 这是妈妈很早就告诉过你的 你错了 但妈妈错得更离谱 既然错了就要改 妈妈决定去自首 决定去那个阿姨家里道歉 你说好吗 好好打哭 好 自首后 妈妈可能要卖掉房子赔偿给大家 到时候我们就只能住在很小很简陋的房子里 日子也会过得很辛苦 这样的话咱们浩浩能接受吗 能 妈妈我能 我不要大房子 也不要玩具 不要薯片和汉堡 但是 她忽然目露惊恐 但是我怕坐牢 怕被枪毙 妈妈 我不想死 周六斤的心都碎完了 一把枪浩浩搂入怀中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浩浩这么小 而且也不是故意的 只要承认错误 跟阿姨的家人道歉 跟小区的叔叔阿姨 大婶 大叔们道歉 大家会原谅我们的 隔天早晨 周立金 忐忑无比的领着儿子 去派出所自首 一路上 儿子的小手冰凉 一直在抖 周立金又何尝不是呢 可身为母亲 作为浩浩的依靠 她只能强装镇定 不断鼓励和安抚儿子 此事一出 众人哗然 小区再次扎开了锅 因为浩浩未成年 周立金作为其监护人 主动自首 积极交代案情 认错态度良好 法院判决 追究其民事责任 责令向死者家属道歉 并赔偿此前 代为分摊金额的全部业主 而手绑判决书的周立金 更是泪如雨下 她领着浩浩 去死者家里磕头道歉 浩浩一遍遍的鞠躬道歉 高喊 叔叔 对不起 是我的错 请您原谅我 获得死者家属谅解之后 他们又一天之内 挨个跑遍了 所有受到牵连的业主家 鞠躬道歉 承诺还钱日期 大家在母子俩的态度 诚恳都纷纷表示谅解 他们压根没想到 这事还能有转机 当初隐瞒真相失口否认 不就是为了逃避责任吗 如今事都了了 怎么反倒自首呢 除了良心发现 他们想不出别的理由 而这一天 无疑是案发以来 周立金母子过得最轻松敞亮的一天 在浩浩满头大汉的向最后一户人家鞠躬道歉之后 那家的大爷对浩浩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浩浩愣了一下 随即咧的嘴笑了 这是一个小小男子汉用他的勇敢与担当 换来的尊重与肯定 是一个孩子成长途中最心酸又宝贵的收获 如果说这一刻浩浩真正获得了重启人生的勇气 那么周立金的心中则又多了一份沉重 因为只有他知道这看似良心发现的自首认罪 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如果没有苏广杰的威逼和胁迫 如果不是为了让浩浩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他还会横下心冲破畏惧去自首吗 只怕不会 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他的那点良知 在利益称托上也有多少分量呢 当苏广杰再次试图靠近周立金时 他毫不留情的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巴掌 和一声蹿生生的滚 他说信不信我告你私闯民宅和强奸 高空抛物的事我跟浩浩全扛下了 我没跟警方说是你唆使怂恿我隐瞒真相 就算对得起你了 再不管我让你好看 看他的眼神如同在看一条厕所里的蛆虫 恶心 反胃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上船